猫咪这一生大多都很苦 只有遇见善良的主人 毛孩子呀才能得到幸福 毛孩子有十句悄悄话要告诉你 你有耐心听完吗 一 我害怕鞭炮伤 我不想出门的话 请不要强行带我出去好吗 二 当我犯错的时候 请马上阻止我 事后就不要打我了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要挨打 三 我不能吃巧克力洋葱还有葡萄 你问我我可能会吃 但我吃了可能再也见不到你了 如果你看见我吃草吃素量 乱捡东西吃 请不要打我可以吗 那是我缺乏维生素了 五 无论在家吃的是残羹剩饭 还是大鱼大肉 我都不会离开你 因为有你的地方才是家 六 如果发现我几天不吃东西 小小小变得冰冷 能多花些时间陪我吗 我能守护你的时间真的不多了 七 如果你发现围尿有泪痕 有延食 给我吃点维生素A就可以了 八 如果你经常带我去宠物医院 花了很多钱 其实我是缺乏维生素C 引起的抵抗力下降 给我吃点维生素C就可以了 九 如果我钓毛严重 不要抛弃我好吗 我不想成为流浪的毛孩子 记得给我吃点鱼油就可以了 十 我七岁的时候 就已经相当于人类的五十岁了 可以多给我补充一下维生素D吗 我真的很想多陪你几年 我家里的猫咪 都是吃了这个复合维生素 一片里就富含深海油 和多种维生素 就可以把以上所缺的通通都补齐了 猫咪也很爱吃 既然有缘分养了他们 就好好善待他们吧